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椰浆芝士牛油蛋糕 前几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牛奶芝士牛油蛋糕 一种材料不同了 但是份量有少少改变 而且烤的时间是有改变的 先分鸡蛋 分鸡蛋要小心点 不要太大力 如果鸡蛋糕穿了就会烂 先把鸡蛋撈出来 我们同样是要准备一锅热水的 将芝士和牛油 注入热水中 将它混合 混合在一起 将它混合到油顺为止 大概是45度左右 你觉得它热可以离开水 加入旋鸡蛋糕 加入椰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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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它的稀厨程度 如果太稀 麵粉很容易生粒 加入蛋黄后 待会面糊要过篩 这些粟米粉也可以涂 把蛋黄放进去 混合之后 用另一盘盘装一下 把蛋黄放进去 这些是醋 开个小档 混合一下 然后开个小档 打至大泡泡 再加第一次 分三次 现在开始有点纹路 放第二次 放第二次 加第三次 打至纹路清晰 就可以了 关在纸下 比较软性 勾勾是薯尾身的 倒的时候 基本是流动不了 是很轻微的动动 这样就可以了 待会拿出面糊 加些下去 好像水水 倒是放进去 放入鸟 先放入太多 要小心不要太沉悶 一般百成本就好了 然后轻轻振2-3下 准备热水 现在振火热水 振进去 振火后先烤15分钟 这是属于高温的 上火180度 下火150度 这个蛋糕刚刚好是15分钟 蛋糕15分钟之后 开一开盖 芝士蛋糕适而开一开盖 降一降温 大概是5秒左右 好了 现在关回去 继续调温度 调温度的时候 上火是调150度 下火120度 下火120度 好了 50分钟之后再回来 为何要高温烤15分钟呢 因为最早期烤它 它没有那么容易裂开 希望它的面比较漂亮 老色一点 所以最先的15分钟是上色的 好了 这只蛋糕到现在为止 还有一分钟就是50分钟了 加上前面高温的15分钟 这只蛋糕一共烤了65分钟 是很细腻很滑的 是很细腻很滑的 是非常之漂亮的 好 时间到 时间到了 就要马上开箱 拿它出来 如果不是它会回缩的 哇哦 好漂亮 好细腻 出来之后 要马上振它两下 好嘘 这出手没看 她会变得 这些刀 был бы 好低 Script 最好是轻便一点 一个碟太重了 要小心一点反 力度要控制得比较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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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暖滑的